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违法的事情他是肯定不会做的 爸 你也一定要相信他 谢谢你 姚 是张远对不起呢 他们能否再续前缘 陈桥已经找到了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张远他不配合警察的调查 一心都想认罪 你帮我把这个交给张远 他看了就会明白 方圆巨镇六级迷你巨集 远山的呼唤 精编版第六集 正在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离婚吧 离婚位置啊 不就是块八吗 命比啥都重要 你不是张远的媳妇吗 陈刚 要不你过来帮我吧 如果这个农家都坐起来了 肯定能吸引不少的游客过来游玩 你喇叭生前所切的债务够里还的吗 拿着 就在这儿前面 我家陈刚 那块玉挺好看的 那是他爸闯给他的 怎么可能会这么讲 这不是真的吗 你这玉佩 怎么了 王叔 谁给你的 我妈给我的 王叔 一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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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箱就给我滚出来 那我怎么了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这么大把年纪来 你还够用我们家城杠你 我就说嘛 你怎么对我们那么好收留我们 结果你是看上我们家城杠了你 刘虹 怎么回事 你冷静点好不好 是啊 你有什么话好好说 别动手啊 我冷静个屁我了你 你们看一下 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到底发了什么 不要脸的短纪给我承诺 赵大哥 你倒是跟我提经理 这等级不是我爸的 不是你爸的 是过你爸的 你配我这样的女生姐吗 你就是这老狐狸 这个村子里的人说的都是真的 你们家就没个好女人 刘虹 你干什么 刘虹 你干什么呀 刘虹 王成刚 你还有脸来呀 你跟他搞在一起 你对他喜欢吗你 好 王成刚我跟你说 刘虹 我今天就跟他没完了 刘虹 疯了 刘虹 这事我能作证 今天我跟医乡一直在一起 我在带孩子 他在给孩子洗衣服 他怎么可能发什么短信呢 我哄你的医乡 你还真有两把耍子 两个男人为你说话 难道这个倒要是不是你做的 刘虹 你疯了你 他怎么把在哪里 医乡姐 他 这是半斤 刘虹 你怎么说话的 什么叫两个男人帮到说话 医乡的手机一直就在客厅里 我跟他一直在一起 他怎么可能发什么短信 你说是谁发的 刘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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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梅妈 今天赴少局做的确实有点过分了 你别往心里去啊 你别往心里去啊 小梅妈 没事 不也正好歪打正着 我跟陈刚相认了吗 也是 算是件好事 是啊 我们一家三代人 吃了多少苦 爱了多少妈 你想都想象不到 没想到啊 这一切 今天是个误会 你说好笑不好笑 我 张大哥 其实当初 我之所以反对张远和小梅在一起 也是因为我爸 你也知道 我爸一回程 就一去不复返 我妈就带着我 一直哭的 不知道 不知道 那时候的流言蜚语有多难听 其实 当时我也有喜欢的人 可后来 也就没有后来了 我没办法 就只有加了一个我不爱的人 结果小梅不到一岁 那男的也死 她走了过后 村里各种难听 他对我一切都没有 他还没办法 我尝尬 我们下来 那是怎么回事 人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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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谕瞒 可是天一弄人啊 我还是道个歉 不行 不行 凭什么道歉 你道歉我不就承认了 可 大山腰卫这事真跟我 小美妈 也别想那么多 这事不能弄清楚 就不要我心里缺乏 没张眼睛 傅阿姨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我着急帮我阿威 走太急没看见你 真的对不起 对不起啊 别问话 快点走 来了 要走 我先去啦 来来来 我说傻东啊 你可真是傻东啊 挣钱不要命了你 那这花长得不好啊 这 用这 专家推荐的花呗 花才能长好 这花长好了 咱们就能挣钱 挣了钱啊 小梅和他妈妈 给他 骚兴了 行了 粉朵整了 来 再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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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鲨肉 鲨子 鲨子 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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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 过来一下 来 来了 花鼓出事了 出什么事 小明你别着急 慢慢说 行 那我马上来一趟 怎么样 花鼓出事了 我去一趟 沈佳 你要忙看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这是草干林中毒啊 不是 这不可能啊 草干林它都是我们用来除草用的 这怎么会在花肥里呢 像这种大面积的中毒 应该是通过水源的喷杂造成的 水源 这不太可能啊 我说这没错吧 这怎么回事啊 我 我想起来了 那天晚上 我在那边寻查 好像在水池边 是看见一个人 我以为是工人 所以就没大在意 那照这么说 就肯定是有人刻意想害我们 那谁那么缺德呀 那专家 这种情况还能挽救吗 这批花苗 已经来不及了 这么多花苗 太可惜了 这条文章的规定 叫他们赔偿 这条文章的规定 不然我们是识可大 这条文章的写得清清楚楚的 各位 大家请安静一下好不好 是这样的 花苗的事 我们预先也没有想到 我们现在也正在调查原因 等原因一旦调查出来 我们肯定会给大家一个说法的 请大家相信我 什么说法呀 你说 别说这么多 先把那预付款退给我们 然后按合同的规定 赔钱 赔钱 对对 赔钱 赔钱 对 必须赔钱 不然我们省事可大 你们能不能能见能见 小梅能想到办法的 各位各位 听我说两句好吗 我张大山做生意这么多年 讲究的就是两个字 诚信 我也是花苗的投资人之一 这一次花苗出问题 给大家带来的损失 我们一定按照合同的约定 给大家赔款 一分都不会少 请大家相信我 怎么样 这要查起来 照火头上 赔钱 就是 是吧 这样 这样 再一点口味吧 那行吧 卖口味 太过分了 到底是谁要这么害我们呀 小梅 咱们报警吧 让警察来调查 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这苗商的赔款 这苗商的赔款 我来想办法 都 都怪我 怪我 没有看我花苔 傻豆 这事也不能全怪你 如果真的有人想害我们 你想防也防不住 这样吧 傻豆 你赶紧去找专家 来检查一下 我们花苔的土质 受损严不严重 能不能尽快地 培育新的品种 好 好 那个 那 那 那我现在就去 马上就去 姐 你打电话报警 在你们上一次 是非之前 有没有遇到一些 可疑的人 或者发生一些 可疑的事 同志 你说 会不会是熟人 做的案 这个村子里的村民 看到我们把花苔 搞好了以后 那是各种羡慕 嫉妒恨 刘虹 这话可不能瞎说 本来也是 是吗 好好想一下 警察同志 那天 就是是非的前 我好像在那个 花苔旁边的水池上 看见一个 一个人 一个什么人 男的还是女的 天太黑了 我没看到清 对了 我还看见一辆车 而且那车 我看上去 特眼熟 一辆什么车 车牌号还记得吗 那车 车肯定不是 我们村里人的 想不起来 小冬 小冬 你别着急 慢慢想 慢慢想 别急 你刚才不是说 你对这辆车 特别眼熟吗 你得好好回忆一下 没张眼睛 我 我知道这车 是谁的了 谁的 他们报警了 警察怎么说的 还在调查 还在调查 我 我去开门 我去开门 请问你找哪位 你好 我是秦律师 之前跟张先生约好了 请进 张先生 之前我们也沟通过了 如果你不能按期归还抵押贷款 那我们就只有走法律程序 开卖里的别墅 开卖里的别墅 行 那请你给我三天时间 等我把手续办完了 我就搬走 行 大师 少爵 我现在应该说是一无所有了 我也不想耽误你 咱们 我现在在哪里 我更能更好 你很想不想 我去哪里 我可以不想让你 你不想让你 你不想让你 他在哪里 我可以让你 我可以让你 江北山 张远 最近怎么了 老拉着个脸 干嘛 双悠悠小王子啊 有吗 我有拉着脸吗 我这不挺好的吗 有什么不开心的 你老爸都去乡下养老了 以后你就彻底自由了 别闷闷不乐的 你说什么 养老 你不知道啊 你家别墅的收走的 你不知道啊 我们大伙都知道了 这事你真的不知道啊 干嘛去 这 张远 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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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万 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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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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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哥 买玩 买玩 快 快来 买买买 张大哥 你们轻一点 张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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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看医生不行 会不会有事啊 张大哥 张大哥 张大叔 张大哥 不会不会有事 张大哥 说吧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倒卖黑车的 我没有倒卖黑车 你没有 你没有倒卖黑车 我劝你还是配合我们工作 说吧 是经实际介绍的 一共倒卖了多少辆黑车 以及赵氏逃逸车辆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 我没有倒卖黑车 你们赶紧放我出去 张远 我们警察 是不会无缘无故抓人的 这些修理单 全是从你们车行搜出来的 这上面 每一张都有你的亲笔鲜明 这你怎么解释啊 我劝你还是积极地配合我们工作 你要知道你做的事是违法的 没意思 没意思 哥们儿 咱各个都走出路吧 好不好 是啊 是啊 哎 小胖娘 车行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张远为什么被抓 哎 咱们也是警察来的时候才知道 听说咱们车帮着修黑车 修黑车 谁啊 谁知道呢 不过 这几天那个苏公 没来上班 然后电话也打不通 咱们都猜是他 估计是跑路了 哎 哎 我看 就是那个叫陈长的女人 搞的鬼 现在好了 好喝了车行 都被弄垮了 哎 没意思啊 走路 没什么好说的 都是我一手操办的 该怎么罚就怎么罚吧 该怎么罚就怎么罚 你以为这只是罚款的事吗 你知道吗 你做的事情是违法的 是要进大牢的 我都认了 所有的字 都是我亲自签的 所有的车 都是我一手安排的 你还能交代的 再详细点吗 我都认了 还有什么好交代的呀 你们抓我就行了 章语啊 你说你都接过 都是孩子的爸爸了 你就是不为自己想 也总得为孩子想想吧 常见过 我认为他 他不肯定了 李队 不是 就我们进步调查 几个倒霉黑车的嫌疑人 都只认识一个叫小乔的女子 小乔 小乔 这名叫陈乔 是张远的情人 根据汽车休息行的几个工人反映 这个陈乔经常来车行 事发的那段时间 张远没怎么去过车行 很多事情都是陈乔帮助理的 那陈乔现在在哪 目前也不知去向 行 那你马上坐着民警 继续调查 事情就是这样的 这个逆子 张大哥 你也不要太激动 现在我们只有登警察 找到陈乔过后 才能把事情弄清楚 小乔 辛苦你了 对了 花圃那边怎么样 投毒的事情 警察已经调查清楚了 是谁 张大哥 对了 那个傻东 他找专家问过了 说咱们的图纸啊 还有得紧 你们就直说吧 到底是谁 是少君 好 哦 你自己开门 就跟你说 在儿子 Hola 你怎么那么符 你怎么过 你怎么 我自己去 那就是 你们 你要 自己 也 因为 真的很 是 那天真是 你是陈 игры吗 带走 爸 好消息 陈翘已经找到了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张远他不配合警察的调查 一心都想认罪 这是 你帮我把这个交给张远 他看了就会明白 行 那我先走了 大山 当你看到这份遗书的时候 我可能已经不再认识了 但祈求我们的孩子能够安好 我希望 你能理解我所做的决定 纵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生下他 我也无怨无悔 这辈子能跟你做夫妻 已经是我最大的福分 只求你在我去后 能够善待我们的孩子 将他培养成人 他就是我 生命的延续 小月 一直瞒着你母亲去世的真正原因 是不想给你有什么负担 我想让你快乐地成长 这么多年 爸爸疼爱你 其实 是一直惯着你 可是爸爸还是希望你能够正视未来的人生 你还年轻 可我已经老了 只期盼你能够真正地长大 不管怎么样 我都是你坚强的后盾 你一定不要放弃自己 别忘了 你也是个当父亲的人 杨阳已经开始学说话了 难道你就不想听他叫你一声爸爸吗 陈桥被逮捕后 交代了他所有的罪行 张远也一改之前的态度 积极配合警方调查 最终 陈桥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张远犯包庇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期一年执行 并没收违法所得 而经历过这些事情后 小梅也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小梅 真的决定了 妈 你看 我还这么年轻 真的应该多学点东西 也好 既然决定了 就好好学 杨阳你就放心 妈会照顾好的 谢谢妈 那你收拾 妈去哄杨阳睡觉 妈 回家 回来了 这里的花 都是我一朵一朵 亲手摘的 都是为你摘的 妈妈陪我玩 爸爸 爸爸 娘 来 抱抱抱 牙 你 凶 你 我 梁亚走 我们去玩 要不要妈妈牵着呀 妈妈牵着啊 妈妈牵着啊 这个给我给爸爸 爸爸也牵着 走 梁亚 爸爸 带回来 抓住爸爸 带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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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回来… 带回来大帽 带回来 带回来 鱼带回来 位語ch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